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好吃的家常菜 记得小石化 每年萝卜丰收 妈妈都会炸上一大盆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今天我就把做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准备青萝卜丝 胡萝卜丝水开下锅焯水 焯汤变色 捞出头粮 家人们这一步很关键 一定要撞干萝卜丝的水分 这样炸出的萝卜丸子才会外酥里嫩 特别的好吃 家人们这一步更关键 一定要切成小段 这样炸出的萝卜丸子才特别的有口感 碗中打入三个攻击的盐鸡精十三香调味 加入一勺土豆淀粉 一勺面粉比例一比一 充分的搅拌均匀 家人们还得麻烦你点事啊 你就帮小月点个赞呗 就是冲着屏幕点两下支持一下 我都这样说了 你就帮我点两下 辛苦您了 用虎口挤出丸子 用勺子下入锅中 家人们这一步很关键 一定要四成油温 油温高了 瓦子就会糊了 全部下入改成中火漫长 我每天那都会分享一道简单一学的家常菜 如果你也是第一次点开了我的视频 请一定要给我留关注 也许你刷着刷着有啥菜不会做的时候 我就能帮助到您 炸至外表金黄飘起 捞出油温升高 我们二次复炸 这样炸出的萝卜丸子 外表特别的酥脆好吃 其实我教大家做菜啊 啥都不想要 就想要一个免费双鸡 你可千万别忘了 帮我点一个炸至金黄酥脆 捞出控油 萝卜丸子 你在家就像我这样做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这就是我带给家人们的美食教程 真实简单 适合在家里做 这个季节多吃点萝卜 真的是特别的营养又健康 最后我喊上那句话 关注我 说不定还真有点用 感谢支持